在上集的故事中我们知道 拉乌尔被一个陌生的女人和电话 带到了一个叫做拉迪迦戴尔的地方 这里刚刚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究竟事情会有怎样的进展呢 那个女人和凶杀案有联系吗 国苏又为什么要拉乌尔来这里呢 请收听广播剧 《金粉迷暗》第二集 拉乌尔猛地从床上跳下来 一下子揪住薄苏的胳膊 我贴着纸条不准打扰我 但你竟敢把我吵醒 不不不 我瞧见这里面睡着一个人 可可是没认出是你 你那个皮肤的颜色变深了 成了深红色 真的像一个南方人啊 最近几天确实如此 假如我是佩里古丁地区的老头 那我的皮肤就可能晒成旧砖的颜色了 他俩亲热地握了握手 由于再次相会 显得十分高兴 你还记得过去吗 我曾经叫帕尔莱特 当过情报处的头头 有一次 我偷了你的全部不记名的证券 另一次 我还同你的老婆去旅游结婚 这些事 看得多么出色呀 他现在怎么样 身体好吗 你跟他复婚没有啊 还没有 那是多么美妙的岁月 黄金时代呀 你还没有忘记 那座神秘的宅子吗 当然没有忘记 我从你的鼻子下面 偷走了钻石 那不过是两年前的事情 那是过去的事了 这一次你是如何找到我的呢 你怎么会知道 我改名叫拉伍尔了呢 偶尔发现的 你的一个同伙揭发了你 揭发材料送到了警察局 我把它扣下了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伯苏 你可以叫我拉伍尔 不错 一个好兄弟 我要报答你的 瞧吧 我立刻把三千法郎还给你 这又是我从你的公文包里偷来的 拉伍尔激动地扑上前去 紧紧地抱住伯苏 可是伯苏却揪住拉伍尔的胳膊 似乎气得浑身发抖 强盗 骗子 昨儿夜里你钻进我的卧室 把我的公文包翻得乱七八糟 你还不翻人悔过吗 你想干什么 是火箭 沉睡的时候 是不能把窗子开着的 我想给你敲个警钟 开窗睡觉十分危险 你的公文包 我是从你的枕头底下偷走的 你应当承认 这既荒唐又滑稽 博苏只有点头承认 在那一瞬间 他受到拉伍尔欢乐情绪的感染 也放声大笑 他本来非常生气 可是这一下却高兴起来 形色自然 毫不搅柔造作 你真该死 你是恶性难改呀 为了一点钱当个窃贼 太不值得了 你这么大把年纪 还不害臊吗 那你到警察局去告发我吧 不管用 你反正能逃掉的 对你好无办法 何况我去告发你就太卑鄙了 往日你帮我侦破了不少案子 嗯 我还得帮你吗 你瞧 你一叫我 我就睡到了你的床上来了 还要把你的早点也吃掉 确实如此 给博苏照料生活的一个邻人 送来了咖啡 面包和奶油 拉乌尔立即在面包上涂了一层奶油 痛快地每餐一顿 而且把咖啡喝得一点也不剩 随后他刮了刮胡子 精神振作起来 就朝博苏的肚子狠击了一拳 你现在介绍情况吧 博苏 必须说的解明额药 头头是道有条有理 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可又不要废话连篇 哦 首先让我瞧瞧你吧 他伸手抓住博苏的双肩 细细地打量了一番 哈哈 还是原来的模样 没有一丝的变化 胳膊挺长 长相憨厚 脸皮挺粗糙 拍头十足 但有无精打采 活像咖啡店里的小丝 说实话 你是颇有气派的 哦 好了 现在你就动嘴吧 我齐尔攻兵 博苏沉思了片刻 就开始介绍案情 临近的那个宅子 打断你一下 你介入这一案件 是凭什么身份 是凭警长的身份吗 不 是凭秘密朋友的身份 最近两个月我常进出他们的家 从四月份起我就到 拉迪迦戴尔疗养 因为我患了肺炎 差点 不会会见上帝的 继续说吧 我尽量不打岔了 我说的是帕尔伊万庄园 这名字真滑稽 海边高德别克村附近的那个小教堂 也叫这个名字 完全相同 高德别克村那里的海滩经常是浪潮汹涌 每天两次涌潮 塞内河的水位就上升了 春分和秋分各有一次大潮 潮水一直可以涌到很高的地方 是不是那样 嗯 是那样 不过确切地说塞内河的水位 不会升高到村子的地势 你大概已经看到了 这儿是奥莱尔河 它是塞内河的支流 涨潮的时候潮水反而会折回去 往外涌的 好 言归正传 我就说的简短点吧 昨天上午十二点 有个人从那个小城堡跑来找我 哪个小城堡 就是帕尔伊万小庄园 也叫小城堡 哦 还有这么一个小城堡 当然 城堡里住着两姐妹 她们属于哪个教堂 你说什么 你不是说两个修女吧 她们是穷人家的小修女 还是圣母会的修女 你讲得清楚点 我可无法给你讲清楚 哦 好 那就让我来说说这个故事吧 我要说错了你就打断我的话 但我不会讲错的 这是我的原则 你仔细地听着 在很久很久以前 帕尔伊万小城堡 原来是帕斯迈庄严的一部分 十九世纪中叶 埃弗尔城的米歇尔 把他买了下来 他的儿子孟呆朽 在这个小城堡长大成人 娶妻成家 后来他的妻子和女儿相继地去世 他孤身一人 就和两个外孙女 相依为命地住在一起 这两个外孙女 就是帕特朗德和卡特琳娜姐妹俩 由于郁郁寡欢 他很快就迁去巴黎 不过他每年都回到小城堡 住上两个月 一个月过复活节 一个月打猎 很久以前 姐姐伯特朗德 就同盖尔森先生结了婚 这位先生是巴黎的工业家 在美洲大陆拥有几个大企业 我讲得对吗 没错 姐姐结婚之后 妹妹卡特琳娜就和外公猛带修筑在一起 雇了一个年轻的仆人阿洛尔 这个仆人对家主非常的忠识 大家都称呼他阿洛尔先生 小卡特琳娜逐渐长大成人 但她仅仅受到普通的教育 卡特琳娜相当的任性 狂放不羁 不受约束 她极为热情 幻想联翩 爱好读书和体育锻炼 她迷恋帕尔伊娃小城堡 经常在奥莱河凉悠悠的水里游泳 在草地上两腿朝天闹着玩 靠着一棵老苹果树晒太阳 外公非常喜欢她 但是别人说 这老头性情古怪 少言寡语 沉醉在化学 神秘学炼金术里 事实的确如此吧 的确如此 但是 二十个月前 九月末一天 蒙代秀老先生 在外地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回到了故乡 当晚就死在住所里 那时姐姐伯特朗德和她的丈夫 是在博尔多 伯特朗德火急地赶回来 就同妹妹住在一起了 死者没有留下遗嘱遗产 也比大家料想得少 帕尔伊娃这个小庄园 就这么荒弃了 城堡的大门和栅栏门都锁上 任何人都钻不进去 无缝可钻 是的 直到今年夏天 两姐妹决定到这儿来避暑 伯特朗德的丈夫 盖尔森先生 一会儿回国 一会儿又外出了 最后又回来和姐妹俩聚在一起 他们从家乡带来的男仆 阿洛尔先生和女仆 塞洛特 这个女仆多年来 一直跟伯特朗德干活 还当厨娘 他们回到这里的时候 又在村子里临时雇了两个小姑娘 几个人一起打扫城堡和花园 哎 伯计 我说的情况没有差错吧 伯苏听得发呆 他本人收集到的材料就是这样 主要的也都已经记在笔记本里 我把这个笔记本藏在卧室的壁橱里 栽在一些旧案卷中间的 拉弯着这些材料了如智障 难道她在夜晚 在我的屋里乱翻时看到了他们 呃 拉伯尔 你我二人掌握的情况完全相同 呃 你无意义 那就很好 不过你的机密笔记本 一字未提昨天发生的事情 卡特琳娜失踪啊 有人被杀啊 你来讲讲情况吧伙计 好啊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 昨天的几个钟头之内 嗯 先说说吧 波特朗德的丈夫 格尔森先生是前天到达的 她是个企业家 身强体壮 容光焕发 人很随和 一副乐天派的神气 那天晚上举行了一次宴会 在场的人都是兴致勃勃的 唯独卡特琳娜愁眉苦脸 她被一些烦事弄得坠坠不安 不过后来她还是有了笑容 呃 我是大约十点半钟回去睡觉的 夜间异常的沉寂 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动静 到了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 波特朗特的女仆 萨勒特 晃晃晃晃晃的跑到我的猪头 小姐失踪了 大概在河里淹死了 嗯 我看不可能啊 伙计 你曾经说过她擅长游泳啊 天有不测风云 谁能说得准呢 她可能一时疏忽大意 也许被水里的什么东西缠住了脚 我急忙赶往城堡 看见她的姐姐好像疯了似的 她的姐夫和仆仪阿勒尔焦灼不安 据他们说 卡特琳娜酷爱游泳 她穿着泳装下水的地方 经常是在花园尽头的两座牙石之间 这不能证明什么 多少可以说明一点问题 而且我似乎跟你讲过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 她一直神色恍惚 心情沉重 这就是咱们不得不想到 不得不想到 怀疑她是自杀对吗 这起码是她姐姐的担心 那照你来说 她有自杀的动机 是的 她已经订了婚 但是在结婚问题上 那怎么 她订了婚 那她的未婚夫是谁啊 一个名叫皮埃尔的年轻的小伙子 是她今年冬天在家里结识的 这也是两姐妹回到小城堡居住的原因之一 皮埃尔的父亲是帕斯麦伯爵 这个年轻人和她的母亲都住在帕斯麦的庄园里 从前小城堡是帕斯麦庄园的一部分 帕斯麦庄园位于一座高地上面 从这里望去 那座庄园清晰可见 怎么结婚遭到了挫折吗 皮埃尔的母亲不同意儿子娶这个姑娘 因为她的门底不高财产微薄 昨天早晨 皮埃尔给卡特琳娜捎了一封信 这封信我已经弄到了手 她在信中说 她的母亲要她到外地去旅游半年 她很快就要动身了 她还说她感到难过 恳求卡特琳娜不要忘记她 不必等她回来 过了一个钟头大约十点钟左右 卡特琳娜就不见了 没有人再见过她 她兴许是悄悄出走了 不一定 那你怀疑她是自杀吗 我认为她是她杀 那这是为什么呢 在搜查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 在大花园的围墙里面 也许埋伏着一个强盗 说不定此刻还在那儿 居心叵测地晃来晃去 并且视而放冷枪 你看见了那个家伙 没有 他出现过两次 他杀了人 是的 他杀了人 昨天我给他打电话时说过 他杀了人 昨天下午三点钟 我瞧见格尔森先生沿着河边走去 然后遇过了一座腐朽的木桥 等一等 怎么回事 我的话才开头啊 别啰嗦了 真的是岂有自利 我向你说的是一场悲剧 关于这场悲剧 我有明确的态度 也掌握了一些情况 假如你不愿了解这些情况 那你打算如何办呢 我并非不愿了解情况 只是不愿连听两遍 你自己也知道 过一会儿 检察院的先生们就要来到这里 你将向他们报告情况 去查看现场的时候 你又要讲一番 并且还要说出你的看法 所以此刻 你就不必太费唇舍 但是 不 伙计 你啰里啰嗦地讲来讲去 实在叫人听得厌烦 你就让我神经松弛一下吧 那怎么办呢 你领我到大花园里去瞧瞧吧 务必请你留心 查看的时候 你得闭紧嘴巴 什么也别说 你知道不知道 波索 你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就是话多 你不妨向老朋友 罗平学习学习 他向来是 严谨一概 严手机密 绝对不像喜鹊那样 叽叽喳喳的 因此 要想取得成功 那就必须聚精会神的思考 方方面面都要想到 不能受到 帽氏浅薄见解的干扰 帽氏鬼总是口若悬河 张冠礼带 波苏心里明白 这大段话是针对他的 他的确是个地地道道的冒事鬼 喜欢像喜鹊那样乱叫乱嚷 不过他俩曾多次合作破案 彼此是亲密无见 相互尊重的 接着他要求拉伯尔 允许他提出的一个问题 说吧 你能认真地回答吗 能 那就好 整个说来 这里有双重的秘密 你的看法如何呢 不是什么双重秘密 可以说是双重的 就是有两个秘密 一是卡特琳娜失踪 二是盖尔森先生被杀 盖尔森先生被杀了吗 是的 好 就算是一个秘密吧 那第二个秘密呢 我重说一遍 那就是卡特琳娜失踪 卡特琳娜并没有失踪 那他在什么地方呢 在他的卧室里 此刻正在睡觉呢 博苏斜着眼睛 看了看他的老搭档 感叹了一声 他想 这个老伙伴 一向都是玩世不恭的 于是他俩朝栅栏的方向走去 这个时候 栅栏里边 有一个棕色头发的 高个子女人 一个警察守卫在栅栏门口 他走不出来 他只好向他俩打了个手势 要他们加快脚步 这是波特朗特的女佣人 她的这副神情 同她昨天向我报告小姐 失踪的事完全一样 又发生了什么怪事了 萨洛特 又有什么事吗 但愿没有什么不妙的情况 卡特琳娜小姐 不 不是夫人 叫我通知你 又发生了什么事吗 说吧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昨天晚上 小姐回来了 昨天晚上小姐回来了 是的 夫人正在先生的窗前祈祷 突然看见小姐 哭丧着脸回来了 小姐已经疲惫不堪 大家不得不把她抬到床上躺下 此刻小姐的状况如何 她 她 她在卧室睡着了 火箭鬼 天哪 箭鬼 她在卧室里睡着了 太奇怪了 我说的没错吧 你什么时候才承认我这一个一贯正确呢 火箭鬼 火箭鬼 真是太奇怪了 事情又变得扑朔迷离了 卡特琳娜昨晚为何会出现在拉瓦的住处 她和这起凶杀案会有什么联系吗 请继续收听广播剧《金粉迷案》第三集 剧本改编 秋昊 录音合成 金瑶 后期合成 何林 剧中人物 拉瓦尔由秋昊饰演 薄苏由新正宇誓演 女仆由灰灰誓演 旁白 亡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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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